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景投資 台股在禮拜創下波段新高之後 獲利性的賣壓讓台股量縮整理 這個賣壓真的不中 你看從禮拜二到今天為止 大盤數小紅小黑 那為什麼賣壓不中 因為法人積極在作帳 我已經講過了 越接近年底 法人持股水位會越來越高 他們在台股身上容易買超 不容易賣超 所以你看到這次台股來到9430的 今年度高點之後 這幾天很漂亮的強勢整理架構 那聯準會的一個前天升級動作 你也看到對前舊股市 只有影響一天 昨天美國盤表現還不錯 美國科技股是不是又紅了 美國的一個道琼指數呢 一樣啊 是一根紅K棒啊 所以這次的一個升級 對前舊股市來講 一點受風寒的感覺都沒有 為什麼 預期中的事情啊 那另外一個重點當然是升級 代表景氣真的是上來了嘛 那如果景氣好轉的一個力道 遠超過貨幣緊縮的一個效果 那全舊股市非漲不可啊 他還是要漲啊 否則你一直讓市場上的資金那麼泛濫 一直用所謂的貨幣寬鬆偵 那搭配著景氣越來越好的情況之下 欸不控制好到時候會造成一個通貨 膨脹的一頭 所謂的洪水猛獸 這是之前很多經濟學家的 很擔心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我之前才告訴過你們啊 要升級趕快升級嘛 所以呢升級完之後 這個盤不確定的因素 秉除掉了 接下來股市要擺應景氣 所以年底的作戰行情 當然還會持續的進行下去啊 我們佈局的多單 搶不搶 環球金 兩趟操作剛好五成 這是什麼棒的績效 親愛的朋友 這是年底作戰行情 慶龍老師所帶給會員的績效 第一趟的操作 22%怎麼賺到了 10月18號99賣嘛 因為當時有利多 按既定規劃做賣出的動作 11月1號這一根紅K棒買 買在81啊 10月18號賣在99嘛 對這樣一買一賣就是22% 怎麼買的怎麼賣的 訊息都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第一階段 22% 10月18號99賣嘛 那股價賣掉之後 有沒有回檔修正 當他回檔修正來到90.6啊 可不可以低切 我為什麼要那麼重視 一檔股票基本面的追蹤 如果股票回檔 是因為基本面衰退了 那就不用接了啊 因為股價要反映衰退的事實嘛 但是如果當股價回檔修正 只是單純技術面的修正 基本面依然往上成長 打到月線支撐跟我接 因為當時10月1號 為什麼要買81的一個環球金 佔上月線啊 所以當他回檔修正 特別的再度的叮嚀你 環球金是全球第三大 半導體金源供應商沒有改變嘛 因為在10月1號 環球金的基本面分析 就跟你講過了嘛 既然 他是全球第三大半導體金源供應商的地位 沒有改變 10月營收一樣新高成長21%嘛 所以股價打下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來低接 你高點會賣嘛 啊來到相對低檔資深 你不跟我買嗎 12月5號 92買回啊 現在有沒有 止跌向上來到月線 當然要做接回的動作 你有三四天的時間可以買啊 12月5號 我告訴我們92塊半以下接回嘛 當時候呢 收盤收91.3啊 保證一定成交 一定買得到啊 對不對 三四天都在月線附近 他在等你耶 不曉得你有沒有跟得很緊耶 是不是 所以12月5號的一個環球金 92買回之後 12月8號拉出中長紅來到101啊 盤中大長8.5%嘛 這樣就將近10%了嘛 那來到這禮拜二呢 精彩的一天來了 高姿態整理四天 當天應該沒有人會跟你分析 環球金的後事嘛 三四天都沒登當啊 分析這種股票 不會得到頭面有的一個青睞嘛 但是我們待會兒講究的是一個完整的操作流程 一檔股票 雖然不動 但是關鍵性的轉折來了 親愛的朋友 禮拜二的環球金告訴你禮拜三是關鍵 你有沒有看到我給你最新的一個十月營收 繼續興高 而且成長了26%嘛 基本面依然大幅度成長 關鍵性的轉折來了 我在禮拜二提醒你了 他有沒有五天轉折向上 什麼是講在前面讓印證在後面 禮拜二講完之後 禮拜三關鍵性轉折向上亮燈 恭喜會員 禮拜五跟正一下 昨天禮拜四又漲了9.2% 從92到禮拜四28% 第一階段22% 這個操作流程很清楚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賺到那麼多 禮拜三環球金漲停板 昨天禮拜四環球金大漲 又來到破斷高 當然很多的分析師 也會拿出來搖旗吶喊嘛 但是那麼多分析師 都在推薦環球金 到底誰講的是真的 嗯 到底哪位分析師 真的有代會員操作 哪位分析師真的有代會員 創造出五成的利潤 親愛的朋友要懂得看門道 不要隨便去湊熱鬧 因為人多的地方去湊熱鬧 很危險啊 我們給你的 是講求證據的操作 我們要給你的是一檔股票 完整流程的一個分析 更規劃 我有沒有拿出會員的訊息 來給你對時對價 第一趟你已經看到了嗎 八一買 九九賣 訊息 對時對價 九九賣完之後 我有沒有在九十二做一個接回動作 給你做預告啊 預告完之後做執行動作嘛 所以的話九十二接回嘛 接回之後這禮拜二啊 沒有動 整你的四天 應該只有在下我會跟你分析 禮拜三是環球金關鍵性的轉折 他會轉折向上 因為基本面新高成長26%嘛 我們的分析講究的是一檔股票 符合多方性的條件 他給你一個破斷行情嘛 是不是 所以禮拜二重要吧 講完之後禮拜三 他會亮燈給你看 禮拜四呢 插一檔掌停板 兩階段 五成 禮拜四出現一萬四千張的新天亮 一亮先駕行的概念 當然一八點五的高點會過 那只是說他要怎麼過嘛 是不是 所以整一個環球金 今天平行高一八點五 我為什麼告訴空手的朋友 你不要亂追 環球金 接下來他要怎麼過高 如果他會馬上過高 而且還會大漲一波 那就續爆啊 那當然還可以買啊 但如果他是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一個整理 然後再過高 而且這個過高的一個位置離一八點五 不會太高 你覺得慶良老師會做出什麼動作 我會做出賣出解碼動作 就比如說上次的一個星光鋼啊 親愛的朋友 我上次星光鋼是賺了這一大波段嘛 我賣在哪一天 十一月二三號兩萬多張新天亮這一天嘛 來回顧一下 十一月二三號星光鋼賺這一波段啊 賣 新天亮當然還有高點啊 我當時候也是如此跟你分析啊 但是我知道他會整理一段時間再走高 而且這個走高過高的一個架構 空間不會太大 我不想讓慶良資產持續的擺在星光鋼身上嘛 所以十一月二三號這一根大量先賣啊 先賣啊 賣啊 那他是整理半個多月的時間再過高 過高 最高也是24.15啊 你我賣的這個位置最高點23塊錢 只差了一塊多啊 所以這個空間不大啊 所以我不想留在身上 留在星光鋼的身上 不然你看今天星光鋼股價22.8 是不是跟這一根大量高點23塊錢差不多 這就是我們盤中 會幫會員做資產規劃的一件事情 所以 環球機 我當然本來就有我的一個預期的目標價 所以空桌者就不要亂追啊 因為畢竟這張股票我們已經賺了五成啊 賺了五成的個股 我如果告訴觀眾朋友 趕快再去追 幫我們會員做抬轎 餘心不能啊 我希望下一檔 我再積極做這樣的標的 第一個時間你來跟 要怎麼跟 真正你賺五成的股票 星光老師已經帶給你了 這一次所推出的保本倍數翻的專案 對同學來講 非常的划算 非常的有保障 你光是從字面來看嘛 會讓你保本 會讓你倍數翻 會讓你從一變成四啊 你覺得划不划算 有沒有價值 當然也是因為有這樣的行情 可以讓你創造出這樣保本倍數翻的機會 我才會推出這樣的合作方式嘛 我分析大盤 可以數翻的專案啊 讓你資產從一變成四啊 真賺不是假賺 希望同學好好把握一下 這行情真的蠻好賺的 好不好 應該懂我的意思啦 誠信實在是我的堅持跟原則 這麼好操作的一個時機才已經來了 你就不要放棄 你就不要認為台股啊 又漲到9430來到今年度的高點 又漲很高了 現在同學會漲很高嗎 會漲很高嗎 看一下稻窮 從一萬五 漲到這一波的起漲田 大概一萬八千二 你會覺得漲很高嗎 現在快兩萬了 現在快兩萬了 所以你要慶幸的是台股走的比較溫吞 沒有辦法 目前台股的結構量沒辦法超過一千億以上 所以他會走的比較溫吞 那指數動的比較慢 那個股表現 你的空間不是更大嗎 你要有這樣的一個思維嘛 所以其實大盤的指數 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掌握 每一檔個股的波段行情 只要大盤給你的趨勢多方性 你看美國盤你就知道了嘛 老大哥走出這樣一個主身段的漂亮結構出來 不然你怕台股不會去嗎 所以你不會動的股票 來佈局 我做這樣的標的 我買的股票 法人會抬轎 你看一下環球金 其實法人 外資已經買了很久一段時間了 看一下 環球金啊 這是外資買超的啊 是不是 那這檔股票黃鐵啊 我怎麼操作的 外資買啊 我買在外資買超之前啊 12月7號啊 黃鐵為什麼要買 基本面成長20% 雙底完成買在黃金右腳嗎 178買你去對時對價 178一定買的到 一定買的到啊 12月7號 黃鐵 這個左腳這右腳它是站上月線 有來學過技術分析的很清楚吧 上禮拜的技術班 你來聽過 你就知道我為什麼 12月7號要買黃鐵啊 站上月線站在買方 那叫做發動的買點 剛好又是黃金右腳啊 這左腳這右腳啊 對於黃鐵基本面的分析 你自己看臉書 我介紹的很詳細 所以12月7號 買在178 12月8號 來到185 12月14號這禮拜三 188 12月15號189 有沒有領先外資卡位 我買了外資翻多啊 你覺得我眼光 有沒有領先法人 我是法人部操盤是主管出身的 我太了解 不管是外資投信 一個操盤手法 有時新年度年底做這樣行情 他們會買什麼標的 不然為什麼黨黨都那麼強棒 為什麼黨黨我買完之後 法人圈跟著後面買 經驗所累積的一個成果 那個價值是無可限量的 光是黃鐵到今天為止 對 昨天禮拜四已經來到189 其實禮拜五呢 最高198 收盤197.5 我買在幾塊錢 178 到今天198 20塊錢 買個十張花你178萬 20萬 2468八個交易日 八個交易日 買在月線的發動點 上去是一大段 八個交易日 20塊錢 買個十張20萬 你覺得做這樣行情好不好賺 跟對人選對標的 我給你一論 絕對不是35% 之前你看到冰川 仙進光 星光鋼 長紅建設 或是所謂這個環球金 有沒有三五成以上 為什麼要給你推 保本的背書番 對你來講比較有保障 你所擔心的風險問題 庆頭老師幫你克服 真賺不是假賺 真的要讓你賺 真的賺得到 所以這個保本背書番 對同名來講 這個合作方式 你很有保障 你看字面你就知道 因為保本 會讓你從一變成四 這個詳細的合作方式 你有興趣的 趕快跟我們助理做聯繫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裡現場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賞自己成為操牌手的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受用無窮 這個不打入匯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運打頭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02227810909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可獲得20年操牌經驗的 精心著作 價值型投資操牌心法 彩色精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賞自己成為操牌手的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受用無窮 這個不打入匯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今天大飯食物雖然跌了33點 聯軍這檔股票盤中漲了快5塊錢 今天創下波段性高 它當然是強勢性的基金股股 法人圈會作戰的標的 我在低檔區已經發現它的一個投資價值了 因為基本面真的不錯 1到10月營收更新的比較成長 10月11號達到105 它沒有跌破這根長黑的低點 漂亮 開始買 買了之後14號 紅Kbomb 對於未來行情先畫給你看 一檔股票它未來會怎麼走 如果你事前已經掌握清楚了 你不會在中途就下車 我知道會過前波高 我也知道它會壓回修正洗盤再走高 所以這個位置 是再度空手者進場的位置 也是持有者加碼時機 所以它有沒有如從我們的規劃 往上走高 有沒有過前波高 過完前波高是不是正正在走高 一步一腳印 做高標 探高標的錢要靠實力 不是出一支水 或是事後放炮 看多說故事 都沒有炮 我們今天的行情 是有一套藍圖存在的 不管是大盤 還是相關個股的一個作戰行情 跟緊一點 跟緊一點 美國盤對台灣股市的未來走勢 是一大正面的助力 台股跟美國盤 連動係數比較高 所以美國盤 尤其是道琼會這樣走 你真的是免金 這一根長紅定江山 我昨天特別把VCR拿出來跟你 做分享動作 就希望你跟著有遠近的分析師 來操作 年底的作戰行情 真的不會太差 賺都賺少而已 你想賺更多 跟上來 跟緊一點 好不好 所以整個聯群 12月1號 過高之後 正一陣走高來到121.5 出現 4000多張的一個大量 亮星價錢 當然還有高點 當天我已經跟你講了 不用賣啊 是不是 所以接下來12月5號 來到124 又創新高嗎 沒賣啊 投信剛開始在做帳而已啊 我買在105 買完之後拉了一波 投信 12月初開始買聯軍啊 我的成本你加 投信成本你加 所以你的資金 要去買投信的基金嗎 還是要來跟我合作 買在這個位置 更低更便宜啊 獲率空間有沒有更大 12月7號 創新高之後回檔來到120.5 沒賣 沒賣啊 一路的堅持 所帶給會員的叫做波段利潤 沒賣啊 打到120.5啊 洗一下嘛 投信一直在買啊 我的堅持 讓會員繼續賺下去 因為接下來12月13號 聯軍來到127.5 投信是越買越多 越買越多啦 我們的成本呢 是不是越來越低 我們的空間呢 獲利的作賬空間 是不是越來越大 所以12月14號 投信是真的越買越多啊 股價越來越高嘛 129 昨天禮拜四 收紅棒128.5嘛 那一檔股票當然 最後總有要停利的位置嘛 那什麼時候賣 昨天我在分析 聯軍的結尾 我告訴你 我還沒賣嘛 有時候到昨天128.5 我都沒有賣 那今天要不要賣 好不好 今天聯軍 創新高 但獲利性的賣壓 當然也會比較沉重嘛 畢竟他已經漲了一大波嘛 是不是 今天最高133啊 昨天收版是128.5 我告訴你沒有賣嘛 今天 就K線形態出現上影線 賣壓蠻重的哦 但是今天聯軍呢 出現6000多張的新天亮 一量尖架型概念 代表今天高點133 他有機會過關嘛 那要不要賣 我上一個階段怎麼分析環球金的 如果聯軍的一個架構 下禮拜馬上會過高 還會再大漲一波 那當然不用賣啊 繼續報下去 但是相對來講 如果聯軍接下來要經過 一段長時間的一個整理 然後再走高 而且這個走高的空間呢 不會太大 該賣我就會賣了 對 該減碼我就會減碼了 畢竟他也已經漲了一大段嘛 所以接下來聯軍 什麼時候要賣 交給我啊 接來會你不用擔心 你白天的時間很忙 你有你的一個工作 失業要忙 股票這種專業的事情 交給專業分析師來幫你代勞 你比較安穩的 可以產生波段行情跟利潤出來 今年多年度作戰行情 我們做了太多檔的基油股啦 除了金融股 我沒有推薦給我們會員操作之外 其他的傳產電子 每一檔是不是下下降 金融股送給投資沒有的 富邦金啊 他是不是一樣有波段利潤 送給你標的都那麼強的 那代會員的標的 代會員操作的個股呢 是不是更強 是不是更有所謂的一個 作戰的一個倍數的利潤出來 當然啦 我們操作沒有一檔股票是超過一倍啦 但累積下來有沒有超過一倍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所以昨天這檔基油性的個股 特別跟你叮嚀啦 他已經站上月線 那出現大量嘛 所以這個高點會過 我趁他 1234567 回檔7天 開始買 因為今天會8天轉折向上 今天這樣個股 有沒有出現紅給棒 導播 昨天你加碼 今天你加碼 大滿今天跌33點啦 這檔股票呢 今天漲了兩三塊啊 有沒有如同我昨天規劃 買在整理的第七天 今天8天轉折向上 我說過會過這一根大量的高點 所以未來這種股票 站上月線的基油股 他給你空間 絕對相當大 如果賺取倍數的利潤 我希望這一次 親友老師所推出的真賺 不是假賺喔 真的要給你賺的 成本的倍數翻專案 你可以好把握 你光從字面你就知道 這個合作模式 對你來講 非常有保障嘛 因為幫你保本啊 風險我來幫你控制啊 如何從一變成四 這樣的一個 物超所值的倍數專案 你一定要趕快把握 一起來作賬 明天見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